大家好,欢迎收看一描说电影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女孩受到家族诅咒 成年一世少,觉醒强大魔力 能让天上月亮瞬间消失的电影《美丽生灵》 男主三哥近来常梦见自己 为一个看不清面容的女巫丢了性命 他以为是高考压力所致 又不由自助想要画出女巫画像 并且渴望在现实中和女巫相遇 直到班里转来一位打扮朴素 手背有神秘刺青的女孩小娜 三哥完全被他吸引 二班少女同学却没给小娜好脸色 甚至把他看成不祥之人 身边所有不顺都怪在他头上 有一次还在课堂上公然骂他是妖女 连带把小娜同住的舅舅也给骂了 小娜忍无可忍 拳头紧紧一钻就震碎了教室窗玻璃 让那些毒师傅脸上挂了财 三哥出于好奇 事后跑去小娜住宅找他聊天 得知小娜父母早逝 已经习惯他人的捉弄 如今转学班来小镇跟舅舅住一块 这一让单亲家庭的三哥感同身受 非要跟小娜进屋喝茶 不料被小娜舅舅的巫术控制意识陷入了魔阵 嘴里噼里啪啦说了一堆奇奇怪怪的话 话音刚落 无形中有股力量将他逐出门外 森哥不信邪 没几天又跑去小娜家探险 可还没踏进大门 就被困在鬼打墙的结界中 怎么都找不到出路 一些藤条还像着落魔似的缠住森哥 好在小娜及时施法收走藤条 森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舅舅在捣鬼 小娜也正是自己梦中的女巫 两人在相处中渐渐追入爱河 但她们的爱情注定充满曲折 首先来搅局的就是小娜的表姐 表姐是一个一肚子坏水的黑暗女巫 这一天她在小镇公路飙车招来警车追击 只见她朝后视镜来了个邪魅眼神 警察就变成任由她摆布的红眼丧尸 并且连人带车翻进了宫里 因为家族诅咒 小娜成年后也可能会转化成表姐一样的坏女巫 她手背上每天不同样的数字刺青 就相当于迈入成年女巫的倒计时 因此她特别珍惜和森哥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但表姐偏不让她好过 专门跑到学校拐走森哥 把她暂时变成哑巴木偶 然后带她出席巫师家族的聚会 还故意在小娜面前刁难森哥 气得小娜使出巫术 在场所有人便随餐桌不停旋转 表姐本想成口舌只能刺激小娜 小娜却不吃这一套 还放出喊话警告她别再骚扰森哥 最后产生强大冲击波 把表姐甩出门外 此后小娜和森哥的感情升温 两人从舅舅口中得知 原来巫师家族当年的老祖母 爱上了一个凡人士兵 但凡人在一次混战中不幸被击毙 老祖母违背巫师不能翻转死劫的规定 甚至打破禁忌诅咒 让爱人起死回生 导致她本人被黑暗吞噬 迷失自我 又亲手杀了刚复活的爱人 从此巫师家族背负起女巫成年后 就会面临黑化的诅咒 无法逆转黑化的诅咒 开始为非作歹 为小娜的母亲其实并没有去世 她同样黑化变成了邪恶女魔头 还一心想拉小娜入坑 因此舅舅坚信 小娜唯有远离森哥 才可能破解诅咒 于是禁止两人见面 森哥陷入无尽思念中 开始给女巫画像天上精致五官 然而没多久 小娜的母亲居然找上门来 还强行要进森哥家谈感情 结果被小娜预先设置的保护屏障 搞得狼狈不堪 森哥再也抑制不住强烈的感情 奋不顾身前去和小娜见面 并且打断了巫师舅舅 为保护小娜设立结界的意识 舅舅终于被两人的爱情打斗 于是介绍他们到巫师图书馆 找寻解决方案 小娜在森哥陪伴下 每天窝在图书馆当起初呆子 寻找破解诅咒的方法 当知道需要森哥献出生命 才能解除诅咒时 小娜心情糟糕透顶 她试图用魔力降雨赶走森哥 但森哥却铁了心 打骂都赶不跑 小娜只好消除了森哥的部分记忆 让她忘掉了两人之间的感情 然而小娜的母亲和表姐暗地里勾结 他们蛊惑森哥的发小 让她在每年一度 全阵年轻男子必须参加的军事演习中 换掉空包弹 并且一枪击毙了森哥 与此同时 正在接受成年驱邪意识的小娜 心口突然一阵剧烈疼痛 瞬间感应到森哥遭遇了不测 等她跑到演习场地 爱人已倒在血泊中 小娜一气之下 动用魔力打倒森哥的发小 这时候小娜母亲和表姐得意洋洋现身 痛失所爱的小娜顿时觉醒强大魔力 开始召唤闪电龙卷风 世界瞬间陷入一片混乱 眼看她即将彻底黑化 倒地的森哥突然显出原形 变回了舅舅 小娜这才恢复理智 停止伤及无辜的行为 她的母亲不甘心计划功亏一篑 坚称月圆之时 小娜一定会向诅咒所说彻底黑化 不料小娜当即举起手臂 让才上岗的月亮瞬间消失 吓得表姐一番求饶后落荒而逃 没从未对小娜有过任何感情的母亲 则被封存在藤条中 再也无法霍乱人间 小娜悲伤地目送舅舅离开人世 舅舅用生命打破了巫师家族的诅咒 换来走向光明的小娜 记起心爱之人 可惜森哥失去记忆 只能向路人班和小娜擦肩而过 结局森哥准备出镇奔赴大学时 无意中看到路边指示牌 顿时想起那段超越生死的恋情 她赶紧下车的喊小娜的名字 身在远方的小娜听到呼唤 嘴角扬起了笑意 这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奇幻电影 小娜觉醒后却没有黑化 舅舅功不可没 但唯有一颗强大内心 才不会被来自外界的恶意打败 好了 喜欢一秒说电影的小伙伴们 欢迎关注评论哟 比心心